我必須要說 館長就算今天跑去對岸大賺人民幣 我一樣會認為他愛台灣 因為他對台灣是有實質貢獻的人 愛不愛台灣不是看誰喊的大聲 而是看誰有實際的作為及貢獻 你可以踏伐任何的藝人 但前提是 你要確定那些藝人對台灣沒有實質貢獻 否則你要認知到一件事 有人活著不是為了政治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服貌事件 在當時我並沒有在太陽花旋運的現場 而這樣的不作為 看在我身邊一些政治狂熱的朋友的眼裡 肯定是對政治人感 不關心國家大使的一種表現 我記得那天晚上 我上網搜尋了服務貿易協定 並且打開了政府的某一個網頁 當時我才發現 原來關於服貿協定的詳細內容 政府那邊是有公開資料可以考察探究的 於是我就下載了一個檔案 不過接下來我更詫異的是 這個網站上怎麼不只有一個檔案而已 少說有五六個檔案 那點開之後都是成篇滿版的文字 並且因為是牽涉到國家關係 外交 法律的事件 所以上面的用字前詞 就如同我第一次翻開法律條文看見的文字一樣 知乎則也 咬文嚼字的內容不在少數 不是一般人能夠讀懂的 那我這個人很特別就是我在做任何決定或從事某種行為之前 通常會要求自己要對該專業知識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所以在搞清楚什麼是服務貿易協定之前 我是不會採取任何表態行為的 但當我下載了這一堆上面有字 讀起來卻像是無字天書的文檔 並且打開 嘗試讀完了一頁之後 我頓時覺得就 奇怪 我這個人好歹考大學的時候 作文分數全校前幾名 自己寫過的文章也曾經刊登在媒體上 然後流量高於專人作家旅秋元律師 那奇怪 就對於文學還小有自信的我 怎麼就看不懂貌似大家都理解的服務貿易協定 那這讓我身心疑惑到底坐在地板上抗議的那些人 又或者反對坐在地板上的那些人 有多少是真的嘗試下載過政府公開頁面的檔案 親自看了一看裡面到底寫了些什麼 又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反對的 在支持的是什麼 我必須坦承 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認真的看了《十頁不到》 後來我放棄了 其實你也不能說是我主動放棄 是我的智商繳械了 因為我真的完完全全看不懂裡面到底在寫些什麼 而我又不希望透過染人包這種二手知識 去了解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情 那當時的我作為學生還有一些工作 所以也沒有太多時間去鑽研跟理解 那我因此還憤恨了一段時間 而關於新疆棉花事件 有一種說法我認為不太正確 就是當大家群起抵制新疆棉的時候 有人會說你是真的去過新疆看過人家彩棉花嗎 不然你怎麼知道那些工人有被壓榨 這個說法我認為之所以不合理 是因為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確實會受限於時間地域 而不可能眼見為憑 大多的知識儲備 還是來自相對有權威性的組織或機構 如果任何你所收容的知識跟資訊都要你親眼見過 那麼這個思想有點太烏托棒了 因為我們可能一輩子都在籌錢搭飛機 只為了落實所謂的眼見為憑 所以我認為不是一定要親眼見到才能作為憑據 而是對於沒有親眼見過的事情 我們盡可能地保持那麼一丁點的懷疑 不要輕易地確信 又我們都清楚 凡是牽涉到利益關係的 哪怕是權威性的機構或組織 都是可以完全不必要透過捏造資訊 只需要選擇避重就情 選擇性的揭露對自己有利的資訊 那麼就能讓你的思想導向他們所預設的方向走 幾個月前在母校士興大學演講的時候 在演講的內容有一部分 是提醒學生要正視所謂的媒體試圖 因為在網路上非來自官方的一手資訊 大部分都是不經全面考證的產物 那當時我也鼓勵大家 未來在真正相信一份資料之前 一定一定要去查證 而接著我在演講的開頭 以曾經在10家公司擔任行銷顧問的身份 給了台下近百位的學生 一個我稱為業內人士才知道的FB廣告數據 在我公布這個資訊的時候 當時我觀察台下的學生們 興奮地把這些數據吵下來 或是有拍照拍起來 而在演講的最後 我又重新的打開了這份數據 我當時問學生 剛才看到這個數據之後 有真的像我前面一樣提到的 去FB官網搜尋資料 主動查證的學生請舉手 結果現場沒有半個人舉手 那接著我就跟學生說 請把你剛才所拍的照片 做的筆記給劃掉 因為這張PPT上面的數字 全部都是我亂掰的 這個簡單的演講設計 主要就是希望學生能夠知道 你不要因為我是老師 就認為我不會為了自身的利益 而做出捏造資訊的行為 這邊也順帶跟大家分享 那次演講當中 我給學生的結語 我把稿子放在貼文當中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我清楚 一旦我們討厭或存有偏見的對象 遭受到攻擊 如同正式抵制新疆棉的事件一樣 即便大部分的人判斷這件事的真實性 僅僅是來自新聞媒體的報導 而新的這個新聞的前提是 我們明明知道很多的新聞是不可信的 但是我們基於報復的非理性心態 肯定會因此感到心情愉快 這是人之常情 例如你在國中被同學霸凌 如果霸凌者受到老師提罰 你肯定會覺得心裡相對舒坦 即便你清楚提罰在現在來看 並不是一個法律認可的正當行為 但在心情愉快的同時 你必須要清楚一件事 就是這個情緒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 但它其實並不一定正確 人之所以跟其他動物不一樣 正是因為我們有允許矛盾存在的能力 有很多人說自己愛地球 結果他一樣會因為 夏天時待在人氣房裡面 又感到相對舒適 他一樣會吃肉 趕時間的時候一樣會打Uber 這就是一種矛盾 但你要知道 很多事情是我們不得已才這麼做的 即便這些事情並不一定正確 我並不認為愛一個人的表現 就是夏婷 愛台灣也是 台灣之所以是你引以為傲的台灣 岂不是因為我們有類似於 歐美國家的開放 卻不像查理中邦那樣會開他人信仰 禁機玩笑為樂的言論自由 以及不會故意落井下石的共情 還有樂於助人的人情味嗎? 你可以採取任何你認為正確的行動 前提是你有八分的把握 他確實是正確的 看到這裡 如果你心中想說 敵人都已經親門踏戶 你怎麼還幫別人講話 你這種行為就是在舔工啊 不愛台灣啊 但如果換作對方是日本 是美國 我的想法還是我已知的 對是不對人 愛不愛台灣不是看誰喊得大聲 而是看誰有實際的作為及貢獻 我在疫情期間公司受到影響 那我還是一樣捐出薪水的十分之一 這是我愛台灣的方式 我晚去其他工作邀約 接了終點費比行情第四到五倍的大學外賓講師工作 希望能夠為體系學弟妹盡一份力量 這是我愛台灣的方式 我必須要說 館長就算今天跑去對岸大賺人民幣 我一樣會認為他愛台灣 因為他對台灣是有實質貢獻的人 起碼就在捐錢處理 人家沒有少過 你可以踏罰任何的藝人 但前提是 你要確定那些藝人對台灣沒有實質貢獻 否則你要認知到一件事 有人活著不是為了政治 就像電視製作人韋宗哥 曾經在《金周刊》的專欄上面寫道 幾十年前兩岸可以拿政權來開玩笑 並且一笑置之 當年大家不像現在這麼的熱衷者制 也不見那些關心政治的人 會視不關心政治的人為自身事外 袖手旁觀 因為確實有人活著 不是為了爭取國家榮耀 而是情願與世界為敵 也只盼能安穩地獨善其身 追求個人的成就 並且過著天賢自私的生活 我認為站在宇宙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這並沒有什麼對錯 這只是自由賦予他們的選擇權 而他們如此利用罷了 你難道會為了當年在亂世之中 選擇隱居的陶淵明 而感到憤恨不疲嗎 最後 我希望我的空間是一個 能真正落實言論自由的地方 你可以發表你認為正確的言論 你也可以認為別人發表的言論不正確 但請不要互相攻擊 我是劉定凱 希望這個影片有提供你看待資訊的不同觀點 那麼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努力點 對